电影开始首先讲述了一件三年前的就是 当时由特工梯和饰演特工的吹歌 到阿菲尔铁塔解决一个叫丰兽的外星家伙 二人对着打开的虫洞 就是一顿疯狂扫射 紧接着画面突然回到了二十年前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缩影社 牛神泰沙汤普森饰演决心 要加入MAP的菜鸟探员 与雷神克里斯汉斯会演出的老鸟探员一起搭档 展开新的冒险篇章 请点各赞再继续 让更多喜欢追剧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美国一户民宅里 突然闯进一个叫塔伦兽的小外星人 随后赶来的黑人消除了这对夫妻的记忆 但他们却没注意到 这户人家的女儿茉莉 茉莉看到了这个小塔伦兽 但茉莉没有举报这个小家伙 而且还告诉了她的名字 并放走了她 塔伦兽很是感激 给茉莉说了一句听不懂的话 便离开了 就是这次的神奇经历 让茉莉知道了世界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并且还知道了有个专门管理外星人的组织 这让她非常感兴趣 长大后的茉莉努力训练学习提高自己 希望可以加入这个组织 然而令她失望的是 她怎么找都找不到这个黑人组织 因此她黑入了航空航天局的观测系统 经过观察后 她终于发现了一架不明飞船的降落 但当她到达飞船降落的地点时 却什么也没看到 就在这时 一群鸽子穿过高压电网 并消失在了半空中 于是她试探性的伸手触碰 果然穿过了一层伪装 也恰好看见了黑衣人和外星人 眼看黑衣人就要押送外星人离开 茉莉连忙卸下伪装追了上去 并成功找到了黑衣人总部 她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打开了大门走进去 她本以为自己的伪装天衣无缝 然而她不知道看门人其实都看得眼泪 她进入电梯后 就被提示非法入侵 接着就被带到了观察室 指挥官立即下令轻服她的记忆 茉莉现状 连忙澄清了缘油 指挥官查看了她的资料 见她都还不错 于是破例录取了 就这样 茉莉顺利成为了黑衣人实习生 之后她就被指挥官派往伦敦分公司 执行任务 按照指示 她登上了一辆破旧的地铁 刚找个座位坐下 整个地铁突然开始变形 破旧的火车 直接变成了一艘高科技飞船 短短几分钟 就从地球的异端来到了伦敦 茉莉一下车 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外星人 与此同时 位于摩洛哥的一个房屋楼顶 出现两个看起来特效炸裂的外星人 他们来到这个人身后 并解决了她 然后变成了她的模样 接着两人来到一间古董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找到了只有像其那么大的一群外星皇室 他们向皇室索要一种特制毒 用来谋杀一个外星生物 皇室本来想拒绝 但在两个人强大的实力面前 也只能服软 而他们要杀的这个外星人叫万格斯 画面一转 锤哥这边接到任务 任务内容就是保护万格斯 莫莉听说他是这里最厉害的探员 当即决定与他组队 之后两人在夜店找到了万格斯 就在几人玩的不意的忽视 两个外星人也来到了这里 但锤哥对这一切并不知情 这时 外星人趁机向万格斯射出一根毒针 万格斯瞬间晕了过去 锤哥还以为他只是喝多了 于是就安排专车送他回住处 可还没走多远 汽车就原地发生爆炸 外星人也随之出现 只见他们缓缓趴在地上 眼中泛起一道蓝光 接着双手重重拍在地面上 道路瞬间如波浪般向他们席卷 两人立即从车上拿出武器开始反击 但对方随意变换形体的实力 实在令人惊叹 就连坚硬的大卡车 也能轻松变成盾牌 莫莉迅速从后视镜中 取出了一把威力更大的武器 但即使这样 打在他们身上也能快速恢复 锤哥见状直接拔出排气筒 卸下车轮 组装成一把汤姆逊冲锋枪 通过强大的火力压制 暂时稳住了对方 莫莉趁机来到万格斯身边 她知道自己命不久远 于是在临死前 给了莫莉一块晶石 并告诉她黑衣人总部出现了那鬼 说完便嫁喝鸡去了 与此同时 一大批黑衣人及时赶到 两人见情况不妙 瞬间化作一团红烟 消失在了园内 回到基地后 他们查到了杀手的资料 原来他们是来自双子星 而这个星球已经被丰兽人攻击 特攻纪声称 两个人都已经被丰兽人同化 然而莫莉没有把精神的事说出来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杀万格斯 为了查明真相 锤哥闻了闻 刺在万格斯身上的毒气 直接就确定了毒气的来源 然后他们来到外星人杂货店 发现仙女星女王早已变变口 只剩一个小兵还活着 而小兵看到莫莉后 将她当成了新女王 可两人刚从杂货店出来 就被同事们包围 原来他们发现 万格斯死前给了莫莉一块精石 为了逃跑 锤哥找到了一辆外星摩托 而莫莉这边在逃跑时 被双子星人包围了起来 危急时刻 锤哥及时赶到 引擎翼拉 摩托直接飞上了天 当摩托飞过水面时 发现前方已经被黑衣人包围 锤哥又一次加速 按下按钮 开启了超光速模式 他们直接穿越 掉进了沙漠里 这时莫莉发现 精石竟然在震动 她刚捡起了精石 就变成了一把外星武器 武器中间还藏了一颗蓝巨星 莫莉威力挑到了最低 尝试着发射 一瞬间沙尘四起 等沙尘散去之后 沙漠直接被轰出一道深够 晚上摩托车上 水杯里竟然钻出一个小外星人 外星人偷走 金石后立刻飞走了 武器虽然丢失 但锤哥并没有慌 他声称这个小外星人 一定会把武器 卖给最大的外星 拘火商瑞莎 而这个瑞莎 正好还是自己的前女友 于是两人为了找回精石 赶紧修好了摩托 来到了瑞莎的老巢 锤哥深知前女友的喜好 将小兵作诱饵 送给了瑞莎当礼物 但瑞莎刚得到武器 直到他不安好心 直接赶走了他 临走时锤哥打翻两个守卫 溜进了控制室 把堡垒的武器系统关闭 这时小兵打碎瓶子 逃了出来 吸引了瑞莎的注意 莫莉趁机爬了进来 拿走了精石 可刚准备走就被瑞莎发现 之后两人便缠斗在了一起 尽管瑞莎有三只手 也没能打得过莫莉 莫莉随即捡起了精石 而锤哥这边 也受到了大块头外星人的攻击 几个回合下来 眼见打不过了 锤哥直接雷神附体 扔出一把锤子 显然没啥忍用 还是被大块头制服 并把他带到了瑞莎这里 莫莉看到此情景 没办法只能交出了精石 紧接着大块头就要弄死锤哥时 锤哥说了一句坦乱兽 莫莉顿时想起来 小时候的场景 他记得黑衣人也是这样 叫那个小外星人的 于是试探性说出 当时留给他的那句话 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耗子 还真是那个小家伙 然后大块头解释道 那句话的意思是 我会帮你杀一个 你想杀的人 作为感谢 就这样大块头直接反水 瑞莎无奈老老实实的 交出了精石 之后两人刚想要离开 双子星人就突然出现了 然而他们这次 没能掀起风了 就被赶到的黑衣人 用针对性武器给轰炸 随后特工替将精石收脚 保存了起来 虽然任务顺利结束 但莫莉却越想越不对 因为双子星人临死前曾说 他们想要武器是为了 对付丰兽人 拯救自己的世界 就说明他们并没有 被丰兽人控制 这跟之前特工替跟他们 说的完全不符 而且特工替没有接到通知 就能及时赶到 也是非常的可疑 于是他们重新调出了 双子星的档案 但发现档案已经被删除 于是立即前来查看 保存的精石 果然精石已经不翼而飞 与此同时 特工替也消失不见 锤哥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特工替就是 组织里的内鬼 他的目的就是这把武器 知道真相后 锤哥立即带着莫莉 来到埃菲尔铁塔 因为开启入口就在那里 所以肯定替也在那里 但锤哥却怎么也想不同 替为什么会叛变 这时茉莉想到关键 他询问锤哥三年前对抗风 兽人的细节 可锤哥只是在重复一句话 根本想不起了细节 此时 锤哥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清除了记忆 这一下真相大白 原来三年前 锤哥和T并没有打败风兽人 T直接被风兽人给控制 而且为了不露出马脚 风兽人消除了锤哥的记忆 让他给自己约好 想清除一切后 二人冲上塔顶 果然找到了特攻体 看到碍尸的人来了 风兽人直接变了身 并打开了船送入口 打算把武器送回星球 锤哥见状赶紧上前阻止 打斗中茉莉不小心 被扫兴了虫洞 好在被小家伙 及时射出绳索 将他拉了回来 千钧一发之际 锤哥尝试唤醒特攻 替使其清醒 就在快要被唤醒的一瞬间 锤哥反应迅速 立即抢过晶石 扔给了茉莉 而茉莉立刻把晶石 变成武器 并把威力调到了最大 一枪把虫洞连同 踢起轰成了灰烬 反派总算是彻底被干掉 最后由于二人 合力解决了地球危机 茉莉也成功转正 锤哥也变成了 分布的新老大 好了 电影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如果大家喜欢 我们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 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缩影社 下次开播不迷路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推荐自己喜欢的好剧